兵分吉安大手拉小手 幸福向前走的剑走活动 5号上午是在吉安乡 浩克艺术村举办 上千位的乡亲在县长 徐真卫 乡长游淑珍的共同名炮之后出发 大家体验三公里的 兵分吉安田园之美 和自然风情 许多的家长是带着小朋友 一同来共享周末的美好时光 一早吉安乡的浩克艺术广场 就聚集了来参加这次剑走的许多乡亲 在南华国小非洲鼓队 以及热身操的代理下 热力的气氛赶走了早晨的凉意 上千位的乡亲在县长徐真卫乡长游淑珍共同名炮之后出发 乡亲们穿梭在田园和洛宇松林间 享受最幸福的冬日限定舰走行程 县长徐真卫和乡长游淑珍也一同为参与活动的乡亲来挤掌加油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乡荣获了2020观光局经典三层小镇的殊荣 获得了国内外知名部落客和网红的走访宣传行销 而在109年的岁末之际 特别以创意亲子幸福活动 来铺陈明年度的幸福展望 就是要让乡亲更有感 大手拉小手快乐幸福向前走 非常开心吉安荣获我们全国经典跟山城小镇并列的乡城 在这里看到我们今天千余人的大手千小手 快乐幸福的在我们的田园间 在我们的森林间来做适性的建走 我们希望打造更安全的建设 更幸福的原地 开启我们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一个生活移居的好地方 谢谢109年圆满我们所有的建设 跟我们适性的铺陈 展望我们110年吉安的幸福快乐乐活 跟我们适性建设移居就在我们的吉安乡 县长徐甄卫也表示 乡长游淑珍和乡公所团队的努力私下 让吉安乡的能见度活动量 幸福度是全面的提升 52周周周都精彩 周周都有节目 而且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吉安乡公所对面的这个原民市集 黄昏市集 再加上我们的浩克历书村 真的非常的精彩 所以让整个吉安乡 第一个能见度 还有活动量 幸福度东东动起来 而这一次的建走活动 走完全程的民众 就可以兑换一份应有吉安美景的限量版野餐店 游淑珍表示 公所团队将会持续整合 湘境内的旅游行程 透过深度体验小旅行 来建构 光光油气的轴带 让国内和国际的旅客 亲身的感受到吉安乡的幸福温度 大手拉小手 乐活向前走 耶 记者刘明胜 吉安乡报道